当地时间10月2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 发展中大国 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都处在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中印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合作 增进战略互信 相互成就彼此发展梦想 双方也要肩负起国际责任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做出表率 为推动世界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印关系本质是两个14亿多人口的 相邻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的问题 发展是中印两国当前最大的公约数 双方应该继续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 互不构成威胁 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等重要共识 坚持正确战略认知 共谋相邻大国和睦相处 共同发展的光明正道 莫迪表示 印中关系保持稳定发展 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至关重要 事关28亿人民的福祉和未来 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也十分重要 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 作为两大古老文明和两大经济引擎 印中合作有利于促进经济复苏和世界多极化 印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 增进战略互信 拓展互利合作 印方愿全力支持中方 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 并在金砖等多边框架内加强沟通合作 两位领导人积极评价 近期双方通过密集沟通 就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取得重要进展 莫迪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 提出设想和建议 习近平对此表示原则赞同 双方同意 发挥好两国边界问题 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 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双方同意 两国外长和各层级官员开展对话 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 双方同意在多边场合加强沟通和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双方认为 本次会见具有建设性和重要意义 同意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 不让具体分歧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 推进世界多极化做出积极贡献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